SDS方車賽第三戰進入倒數 人員車輛緊挪密鼓整備 無論是哪一個組別 排位賽對於週日震賽 有著關鍵因素的影響 選手們盡力達到期待的秒數 讓正常比賽氣氛更加緊張 稍有不勝 成績出爐或許決定了明天比賽答案 利寶這賽車場其實 還是蠻不錯的 因為它的高低起伏 然後一些內傾角外傾角的變化 我覺得是很適合訓練車手的一個場地 那組合彎的部分 可能需要多一點時間去熟悉 那每次跑尤其是後段 都會有一些新開法 所以可能跑得不夠吧 還在嘗試 那希望能夠越來越快這樣子 利寶賽道獨具特色 許多彎道高低起伏 考驗車手反應能力 以及次量調校 尤其固數穩度居高不下 人員與次量的臨場應變 格外重要 利寶的賽道 原則上比較接近於 像我們一般在跑山路 因為它有高低差 然後它的彎數其實不快 它都是小彎 所以說在車輛的設定方面 就是你可能要設定的車輛會變得比較靈活 因為它沒有什麼高速彎 賽車的看頭之一 就是賽車女郎 高挑的身材 在充滿陽剛氣味的車陣中 的確帶來不少吸睛效果 對於許多民眾而言 車輛賽事肯定是大飽眼福 但想要一堵最多最辣的車模 想要近距離接觸防車賽 或許周日來一趟利寶賽車場 為喜愛的車隊加油 SBN 楊博宇 台中利寶報導